从1995年起票价一直没有调整的台铁传出可能有新的票价公式 这是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台铁委外票价改善研究其中报告近日出炉 内容以合理报酬率3%到5%来设算出台铁未来的票价 可以涨至少一倍以上 并且以台北到台东为例子 如果套用新的公式 票价会从七百八十三元一口气涨到一千五百元以上 不过也有消息人士表示 这还只是其中报告 一切可能要等期末报告出炉 而时间点最快预计是八月底